与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签署策略联盟 光荣加深引进各中翘楚的海科大 健康促进及营发保健专业技能之产业服务人才 期望协助课程规划与师资支援 同时加深学生未来学习的广度与就业机会 建立学习就业一条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健康照护与社会工作系 以及营发保健系在以往有一些的经验 那我们期望透过联盟的合作 让我们把经验来跟光荣加深来做交流 那也期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 得到一些回馈的意见 让我们两个学校都能够共同成长 共同扶持 光荣加深即将在今年8月开办照顾服务科 不只配合国家推动长照政策 更要培养在地长照专业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回馈地方 甚至能当赵老板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结盟 那这样的一个结盟 能够为光荣加深带来的孩子 未来升学之路能够一条容的往上 那也希望由海洋科技大学 带给光荣加深在课程方面的一些规划协助 跟指导 那尤其是在人工智慧AI这个课程方面 带给光荣加深的孩子 在数位学习方面能够更精进 孩子呢走得好 那就是光荣的荣耀 那这是我们的责任与医务 高中就读照顾服务科期间免学杂费 董事会更加码 提高每位学生高中三年三万元的奖学金 为我国高龄照护产业 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